大家好,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抓到战狗打一打的时间了,这期将展示一下这条叫做温NK的战狗,我说过我把他们这些言论展示出来,只是给大家一个物种多样性的展示,大家围观就好了。 我国已故的著名相声演员马记先生,曾经和他的学生们表演过一个段子,叫做传谣,梗概就是说有人传谣说马记下蛋了,从最开始的鸡蛋,一直添油加醋到最后说马记下了个鹅蛋,马记最后一路追索,把传谣的人都叫过来对峙,看看这个谣言是怎么从鸡蛋一路越变越大,变成鹅蛋的,江坤的台词就体现了传谣者们的心路历程。 也就是说,我不管我接受到的是什么消息,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这个消息,在传播的过程中,添油加醋,层层加码,就把这个谣言搞得大大的。 不得不说啊,马记先生是有生活的,对这些人是非常的了解啊,比如这位NK就说啊,中国游泳队比赛期间检测频率是高到一天七次,相当于三小时一次,并且尿检可不是尿完拿出来,是有专人看着你的尿,从你的身体流出来的过程。 大家想想每隔三个小时,就有人看着你尿尿,难得还好说,女的就算被同性别这样看着,也不会好受吧。 他这个就属于自己添油加醋写剧本了。 在网上有人找到最接近他这个说法的,就是一些营销后写的什么西方说不起之类的类AI文。 他们在文中说啊,在这次巴黎奥运会期间,中国游泳队同样被严重的针对了,几乎每天都被拉起来尿解。 有时候凌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尿尿,被尿解最多的人,一天更是尿七次。 这位NK的剧本来源啊,应该就是这个。 算术很好啊,三七二十一嘛,七次的间隔,刚好是三个小时嘛。 估计这位NK对他的算术能力还是有点小自豪的,以至于要添上这么一个能凸显能力的小学四则运算应用题。 为什么我说这些营销号是类AI文呢?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模板,套进去就开始胡说八道了。 其实所有对中国游泳队高频检测的抱怨的源头,都是国家游泳队营养师于良发的一条微博。 他这个微博啊,虽然很绿茶表,但是在数据上是没有造谣的。 他说的是啊,来了法国十天,全队三十一名运动员一共被测了两百人次,平均每天二十人次。 每个人在十天里平均被查了五到七次,很多时候早上六点钟就过来测了。 这个大概就是三天两检的水平了。 之所以我说这条微博是绿茶表啊,是因为他后面说了,检察官都看不过去了。 说我很惊叹你们的配合度啊,换做其他队伍,你知道我说的是谁,括号美国。 他们早就受不了了,然后到处投诉了。 这种借别人口来阴阳怪气的表达自己的意见,真的就是最原始的绿茶表的表达方式。 打个比方啊,你女朋友需要你给她买个包,直接一点说就是啊,那个包挺好看的,你能买了送我吧。 或者委婉一点说啊,我现在背的这个包有点过时了,但是绿茶表的表达方式是啊,表面上装作风轻云淡,不争不巧。 他想要一个包啊,会跟你说啊,我今天碰到你的同事啊,他看见我背的包过时了,就说啊,也就我这么温柔贤惠,能体谅你的收入照顾家里面。 要是他老婆,早就闹着要换了,不换就闹着离婚咯,其实这个包啊,换不换都无所谓的,对吧? 我操,我都恶心到我自己了,希望没恶心到你们。 抛开这种比较绿茶的表达方式啊。 这个营养师和后面潘展乐,接受TVB方立生采访时候说的抽检数据,没有什么差别。 也就是很多中国运动员啊,接受了三天两测这个频率的抽查,但是这个力度不够啊,不够委屈啊。 两年前,大家都经历过三天两测,还一个小区一个街道几千人排队了,你这三十一个人连排队都不用,这有什么好委屈的? 所以啊,得加戏啊。 于是这些营销号,对着引用的截图就开始编了,把每个人十天平均五到七次,改成了每个人一天七次。 早上六点测,这个太迟了,很多上班族都是这个时间点去赶地铁上班,不能共勤啊,那就改成五点。 哎,五点好像也有人可能起来了,那就写成四五点,够惨了吧,够委屈了吧。 什么,你说引用截图里面的数据对不上啊,不要在意这些细节,这种营销号的受众,就是NK这种战狗。 他们要的就是委屈,哪里管你写的,和截图对不上? 他们会自动选取他们觉得最惨的描述,然后利用自己最骄傲的能力。 比如这条NK啊,就把他小学做四则运算应用体那股劲用上了,添油加注到处传播。 这个营养师发微博的同时,也发了一个2023年各国运动员的抽检数据对比表格,这个是他自己去官网统计的。 中国运动员最多的检查了46次,大多都是在20到30这个区间,而国外运动员最多有检查了16次的,大多都是在10次左右。 营销号还是时数的,所以也就是针对次数进行了抱怨。 但是啊,NK自动填写剧本啊,说到啊,同期欧美队员的检测数据少到几乎没有,都会做四则运算的应用题了,怎么连个十次都能看成没有了? 只能说啊,这个物种多样性展示,也证明了巴腹洛腹实验的正确性啊,别管有没有肉,只要一敲铃铛,站口门自然就会有反应了,没肉,他们可以自己劳补。 至于他后面说的什么欧美运动员游湾勇脸是紫色的,这个就是个转播色调的问题,这次八年奥运的主色调就是紫色,也有可能是场馆里面的色调影响了转播。 央视自己刊登的张宇飞领奖的照片,比赛结束很久了,脸上也是有带点紫色的,而且看央视自己的转播回放里面,张宇飞的脸色和国外运动员没什么差别啊,版圈原因啊,只能这么拉给大家看了,想看原版的,可以自己去央视网看回放。 张宇飞的脸色明显也是偏红偏紫的,和外国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,上岸以后也能看到张宇飞的脸是有点紫色的,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场馆的主色调灯光导致的,不在现场啊,不能判断,但是最起码不光是国外运动员,中国运动员也是一样的脸色,那怎么搞? 中国运动员是紫气东来,国外运动员就是紫鼠灭霸,所以这条NK啊,哪怕他只是看国内官媒的报道,也得不出他问的这些1235,他主要接收信息的渠道,就是各路营销号,或者战狗同类,根本就没看过什么正经报道,哪怕是他看了这些营销号写的新闻啊,也会像马记相声中的那些传谣者一样,按照自己的想法,添油加醋。 马记啊,马记他是,他是这个大腕,大腕是下大腕的,没听说。 江坤也就是把鸡蛋放大到鹅蛋,好歹是个蛋,这条NK啊,是直接放大到了恐龙蛋,他不管马记能不能下出化石啊,大就对了,你说这化石是下不出来的,他还给你扣上恨国党的帽子,这种人啊,真是蠢啊,他们的言论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,他们的价值就作为物种多样性展示, 让大家看看,蠢货,具体是怎么形成的。 最后啊,向马记这位相声大师表示致敬啊,在二十多年前,就已经把这群蠢货的嘴脸,描写得活灵活现了,他担得起艺术家这个称号。 好了,今天就聊到这里了,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。 感谢各位会员朋友的支持和订有的订阅,有你们订阅真好,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。